扣不下 這個是任天堂Switch 的國航版 就是騰訊引進版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下 這個騰訊任天堂Switch 我知道很多人 之前一直都沒有買過Switch 就是為了等它的國航版上市 現在國航版已經來了 我觉得大家已经可以开始买了 买水货 先说购买建议吧 就如果你问我要不要买这个国行的Switch 那我的意见是不要买 不管你是谁 你有没有Switch你都不要买 好吗 至于为什么呢 国行的Switch它的定价是2099元 官网上淘宝官网上就可以看到 如果是水货的话 淘宝上面长续航版应该是2400块钱左右 就是比现在这款国行的要贵300块钱 然后它还有一些优点就是 你看是腾讯引进的嘛 所以它的网络服务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这个 尊享一年的国行保修服务 这个我非常喜欢 这个你的Switch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哎呀没办法修啊 只能换新机啊 或者手柄还要重新买好多好多啊 它可以用微信登录 而且它只能够用微信登录 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任天堂Switch过来 但你甚至都没有拥有一个任天堂的账号 你的存档全部都是跟微信来进行绑定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有了一台Switch 我在这边的任天堂账号 是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信息 导到这台机器上面的 是不是很坑爹听起来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小伙伴 他拥有一台这个老的外服的Switch 那么你和他不能加好友哦 不能联机哦 你们只能够在面对面的时候 这个才可以本地联机玩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重要的 买游戏机就是为了来玩游戏的嘛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商店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我的视频 大家很多媒体都已经展示过了 这个哼哼荡荡的异商店 里面只有一款可怜巴巴的 新马流兄弟 这边啥也没有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白花花的银子 但是不给我花钱的机会呢 王者荣耀都不能玩 现在国行版的游戏卡带还没有出 据说是明年年初会出吧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玩到游戏的话 你就必须去网上买那些外服的卡带过来 它在国行机器上面是可以玩的 然后也可以正常更新 但是它不可以再下载DLC了 因为你是微信账号码 另外没有选择语言的这个选项 你系统语言不能够改 从这个体验版的游戏里面来看 游戏内的语言也不可以改 都是锁定在简体中文的 像很多人一样 我以前期待的国行版Switch 是比如像日版啊欧版啊美版这样 会出一个中国版 它是一个中国化的体验 那现在看下来的话 它与其说是国行版 不如说是一个腾讯版的Switch 你看它毕竟都没有中国区的任天堂账号 它只支持微信登录 微信支付 说到这里的话 我就要给一个更加详细的购买建议了 这桌上的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哦 你都可以买 除了这个好吗 乖听话 听我的话 除了这个黑黑的这个小的机身 不要买 不要买以外 所有东西都可以买 有了这张国行专属的尊享保修卡 我们的Joycon终于可以 不要自己每次都去一次性换新了 都可以在一年之内 这个得到它的保修了 这太好了 我现在就要去下单买 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到 可能都抢光了 如果你买了这个国行版的Switch的话 有手柄没手柄 就是保不好求也没什么差别 游戏都没得玩 手柄用不到了 还有就是Pro手柄也可以买 官网上卖的一些amiibo什么的也可以买 明年可能会出的一些国行版的卡带 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如果它的游戏内容 跟外服版的没有差别的话 国行版的价格应该是最低价了吧 应该是很合理的价格 因为其实买过 经常买游戏的人都会知道 好多游戏如果很火的话 哇 它淘宝上的价格可以很吓人 别吃了 来吧 聊一聊吧 我看到很多人就对它有一些抱怨啊 吐槽什么的 我觉得不需要那么那么生气 着急上货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只说个人的感受 我已经是Switch的用户了嘛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国行版Switch的出现 完全是一件只有力没有逼的事情 首先你的水货Switch完全可以玩啊 它并不影响你的任何游戏体验 然后现在你也拥有了 可以保修的JWiComp购买 那不是一件天大的喜讯吗 虽然对于现在购买这台国行Switch的玩家来说 它可能是吃了一些亏的 但是国行Switch的出现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游戏行业 对于所有主机玩家群体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就是有一种未来可期的感觉吧 刚刚我说了这么多国行Switch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几乎什么也没有的现状 那这只能说它是现在2019年年末的状态 可以想见的是在20年会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游戏啊实体版啊服务啊各种方面 都会有一个提升一个涨进 这是肯定的 那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 就是它永远都不会存在一个东西 叫做支付宝支付 现在一商店里面它只有一款游戏嘛 那你也知道我们国家这个审核游戏的速度是怎么样的 非常认真仔细 可能只有凤毛麟角的一两个游戏 才可以拥有和全球同步发售的机会吧 还有就是这个联机的问题 真的我觉得是比较淡疼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也不用猜测了 它肯定是自己圈地自盟的 自己跟自己玩 可以说是在线上完全跟世界隔离了 其实我们可以从国行Switch上面 看出很多腾讯的策略 腾讯既不想拉拢已有的NS玩家 它也并不想把中国玩家和全世界玩家连接在一起 它想的是在没有接触过主机游戏的玩家圈子里面 它可能是PC玩家 也可能是手机玩家 从他们当中去发掘一批新的Switch玩家 当然啦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 毕竟是推广 然后把它们圈起来 挣他们的钱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后门 现在很多人也在讨论 这个国行版Switch是不是以后有可能会留一个后门 所谓后门就是它可以允许你 偷偷的 也不是偷偷 偷偷的在这台机器上面去登陆Wive的账号 然后和世界进行连接 如果它没有留后门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阉割版 哪怕是它以后会有后门 那你完全可以等到那个时候再考虑购买国行吧 我只能说在它现在这个阉割的状态下面我实在是很难把它推荐给任何人 骗人啦 根本就不苦 一点都不苦啊 你们这些人